台南有消费者在永康区一家鲜鱼汤店 买了鱼汤食材打算自己回家煮 结果回家发现鱼头鱼刺臭酸了 跑去跟老板反应 结果两个人一言不合发生口角 这个消费者说老板不但不认错 还对他爆粗口 但是呢老板也有话说 强调鱼汤没问题 是对方自己买回家没冰 放了一天坏掉之后 故意的上门找茬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鱼汤店门口老板顾客爆火气 原来是女客人从这里买鱼回家 却质疑臭酸坏掉 到店想讨个说法 但老板认为问题不在我这里 双方各执一词继续提高分费对吗 只见老板被惹到爆气脱口 标骂不雅自居 女客人气炸把过程po上网 说到台南永康区这家鲜鱼汤店 买了鱼鱼头味噌汤食材 打算回家自己煮 没想到拿回家打开鱼头疑似臭酸 气得跑去找老板理论 而老板还原事发经过 觉得是对方刻意找茬 鱼汤店老板拍胸脯保证 自己的鱼很新鲜没有问题 不过除了被说鱼不新鲜 也曾有网友爆出 在店家的鱼汤吃到保地龙 青菜都是根 菜叶太软淡还卖五十元太贵 只能说竟然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民众外食格外小心 但对店家来说也想捍卫商与 双方各说各话意外吵出火气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导